美国记者问金一南将军 如果中国的三峡大坝被炸了 你们会怎么办 金一南深吸一口气 平静地回答 你还记得南斯拉夫事件吗 美国记者的话充满了挑衅 想要看到中国人的惊慌失措 但金一南用一个简单的反问 让他无言以对 二十多年前 北约在美国的带领下 对南斯拉夫发动了残酷的轰炸 他们不顾国际法和人道主义 肆意摧毁南斯拉夫的基础设施 民用建筑 医院 学校 甚至中国驻南使馆 他们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伤 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给南斯拉夫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我们中国人 永远不会忘记那场非正义的战争 我们为南斯拉夫人民感到同情 因为他们曾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兄弟 我们为北约的罪行感到愤怒 因为我们也曾经遭受过列强的欺凌 在金一南的《为什么是中国》一书中说 这件事给我们国人敲响了警钟 我们越退让 对方越嚣张 我们只有枪杆子 腰杆子硬 才能不被欺负 那一年之后 我们开始了现代化的强军之路 我们知道 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就没有真正的和平 我们要让美国看到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决心 如今 我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 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最庞大的军队规模 最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在海洋 空间 网络等领域 展现了我们的实力和影响力 三峡大坝 是中国最宏伟的工程之一 也是全球最大的水电站 他不仅为中国提供了清洁能源 也为长江流域提供了防洪 航运 灌溉等多重效益 他保护了下游四省一市 近三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峡工程在建设过程中 克服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也创造了多项世界记录和宝贵经验 如果美国敢对三峡大坝动手动脚 那么他们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有手段捍卫三峡大坝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不惹事 也不怕事 我们不会忘记历史 也不会放弃未来 真心推荐大家去看看 金一南将军写的《为什么是中国》 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 深刻的见解 宏大的视角 讲述了中国从近代以来的屈辱与苦难 到今天的崛起与强盛 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与奋斗 展现了怎样的信念与勇气 这本书不仅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还有精彩的现实分析 让我们看到中国在面对美国等外部挑战时 如何坚持自己的道路 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如何亮剑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什么是中国》 是一本让人感动于鼓舞的书 它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伟大祖国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也让我们更加自豪和自信地说 中国人不会输给任何人 我们有能力 有智慧 有担当 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它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 拓宽我们的事业 锻炼我们的思维 激发我们的斗志 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 这本书可以让你们更加清楚地认识 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更加明智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和发展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链接下单